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么今天来了一个真的 有实力的 而且完全能够取代卖家花瓶作用的 就花人长得比较好 实力也不赖的 蒋方舟 蒋方舟来了 那么在他旁边的呢 就是今天非常适合跟我们讲这个题目的严连科 严连科 为什么我今天要找你来呢 有特别理由的 因为我们等一下要谈奥运会跟信的关系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大家对你的印象 你觉得是不是有点冤枉 就想到严连科 就想到信 完全是一种误解误斗 我就一直生活在这个误解误斗中间 比如说这次来 我一直说 我们要去谈谈题语如何救国 然后讲它如何让中国人连上闪光 原来你是想讲这个 那我想 不是我想的 我想走过派我来 已经是要讨论这个话题的嘛 但是进到门了 给我发了一个提纲 或是要谈一谈 奥运于性 我觉得如此的尴尬 这个主题我很想替你们两个谈一谈 来 告诉我 这个奥运的时候 现在有出现一个问题啊 我要跟你们讲 就是伦敦奥运村 吸收了北京奥运会的经验 北京奥运会 我们在奥运村 我们中国提供给全世界来的运动选手跟体育官员10万个避孕套 伦敦发现来到英国 10万个 太少了 提供15万个免费避孕套 平均下来每个选手有15个 这个话题很让我吃惊 但是我觉得这有的话题可能在中国是可以做而不可以说的 比如说我是经常会偏信谣言的那种人 我经常说我确实不是一个优秀的中国人 经常会偏信谣言 比如说90年亚运会的时候 会谣言中有那种谣言 说中国为了开亚运会 然后为了让各个国家的运动员到中国来 在这一方面 因为那个90年我们看相对比较封闭 对对对对 难寻讲话都还没讲呢 会从泰国请来很多小姐 真的爱讲 我说这谣言 因为我是为那种比较偏信谣言那一类不太健康的人 你真的是不是属于 你是属于我们国家国民之中比较 等级比较比较低 我不好说这话 你说了那就是 当然我想起这个肯定是谣言 但是为什么会起这种谣言 从那时候你就想 原来运动会是这么一件事情 还要考虑这个问题 原来运动会是这么一回事 原来我们之前从中国的运动会比赛就接收了 还要考虑运动员这些问题 那么今天续到今天这个话题就会说的啊 这话题虽然让人很尴尬 但是是一个很实在很具体 必须要面对要考虑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让我往中看一看 他呢虽然不太懂这个完全不懂这行呢 但是会做的啊 他完全不懂这行什么意思 因为关于运动员 哦哦哦哦 吓笑 关于运动员的性 这位上也不是 没有 我之前已经准备好了 今天是一个一个无知的一个形象 就是性是什么呀 然后这样的一个形象 也就写那个马悠悠他在演奏大提琴的时候 然后他在那种沉醉于音乐的兴奋当中 然后他的生理也有非常剧烈的反应 然后台下都看得很清楚也很尴尬 我想音乐如此可能就体育更如此 你整个的神经中处大脑 然后到身体都属于一种兴奋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可能对性的需求也比平常的时候要多一些 对 因为我也在想啊 就是为什么呃 每年其实最近一些巴萨罗那就开始免费发病云套 从巴萨罗那以来一直到现在 每次这个这个讯息都会成为新闻焦点 然后大家要谈运动选手的性 我在想难道这个比如说运动选手 是不是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啊 天方都是这样讲有可能 你比如说呃你你给大家一人一天一个套 那就表示说你好像预算大家这这伙这十万人 每天都来一次呃我不知道一般中国人是不是也保持这么健康 而且像日出日落一样的这种规律的性生活 每天来一回好像不是这样吧 我觉得好像不像那是不是表示运动员特别的性饥渴啊 那我想首先运动员你要把他当成一个正常的人看待 正常人的看待正常吗 一天来一会 那他不嗯 当然不说你用十万十五万他就一定要把他运完 他也许扔掉了几个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有一年不够用的我跟你说 呃两千年心灵奥运奥运选手 一个星期内把主办单位的七万个安全套全部用完啊 然后后来呢 临时要加发下去啊 你看所以中国就准备了十万个吗 对我们进步了 我们他这个又准备十五万个就比我们多处五万个 对 但是有一次我就觉得首先一点运动员是普通人他有人的需要 这一点要考虑 另一方面运动员不是普通人 他从生理上确实是一群比较强壮高大的人 也许在这方面更需要 就很野兽 呃不是很野兽 那个在他们的生活中应该是很正常 在我们看来一定要一天一次吗 一定要一天一个吗 这个当然我们不要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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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